所谓移民潮移民潮无非就两种人 就是刚才东华说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那么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当他们移民的时候 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是财富和知识 如果我们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 留下的是什么呢 贫穷和愚昧 那么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 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他需要一个皇上 他需要一个强权 越贫穷越愚昧 他就越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一个强权政府 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 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 这叫恶性循环